可以这样说 如果没有弹射器 就不会有现代航母 尽管我们自己的福建舰 已经用上了最为先进的电磁弹射 但其实蒸汽弹射 还是大多数航母上的主角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最早发明 或者应该这样说才够准确 最早间接发明了蒸汽弹射器的 是一个从来就不曾拥有过航母的国家 德国 是不是既在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当中呢 那么没有航母的德国人 用蒸汽弹射器来做什么呢 用来发射他们的V1导弹 二战期间 一位叫做梅兹的瑞士工程师 在德国取得了一份专利 该专利描述了一种 使用带开槽的气缸 来驱动滑块进行弹射的装置 你看就从这个描述身上 是不是就已经跟现代航母上面的 蒸汽弹射器一模一样了呢 为了挂住上面的飞机 现代的蒸汽弹射器的气缸 也是全程开槽的 好 回到V1导弹的弹射器上面 它其实是属于一种 更为广义的蒸汽弹射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驱动活塞的蒸汽 不是来自于锅炉里面烧的热水 而是来自于过氧化氢 和高蒙酸钾的混合 是的 它靠的是化学反应 在要发射导弹时 两种化学物质 被搜到连接着 活塞机缸尾端的反应舱里面 它们在这里混合之后 会产生大量的热蒸汽 这些热蒸汽 随后就会对活塞的底部 施加很大的压力 等聚集到超过一定的预知 它们便会推动活塞快速移动 而活塞又通过顶部的挂钩 带动安装着导弹的台侧 使台侧沿着斜坡滑轨 高速滑行 在到达尾端时 才会释放V1的弹体 实现快速帮助其提速的目的了 此时短短几秒钟之后 V1的速度就已经可以达到344公里了 这个可是一个好东西啊 不光导弹好 连下面的弹射滑轨也是个宝啊 二战结束 美军将掳获的V带回了国内 仔仔细细的就研究了起来 发现它的设计正式解决 自己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的航母 液压弹射器的完美替代方案嘛 怎么我们之前就没有想过 要在气缸上面开个槽呢 哎呀 试车啊 试车 但是它们又走进死胡同里面了 因为觉得德国人的化学反应 生成蒸汽法呢 不够安全 它们自作聪明 整起了火药爆炸法 理由嘛 很简单 火药的能量密度多高啊 那自然就可以让整个弹射装置 从重量到占用空间 乃至于到复杂程度呢 都能大大的减小嘛 可是 它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第一 如果只是弹导弹 嗯 还好 因为轨道不长 哪怕开了槽 也还能够hold得住 火药爆炸式带来的剧烈膨胀嘛 但你弹的是飞机啊 滑槽 就要够长 可一旦长了 那对材料以及结构强度的要求呢 就不是一般的高了啊 总之 它们就是搞不定嘛 第二个 也搞不定的是啊 活塞呢 是有一部分 需要伸到开槽外面去挂飞机的 那怎么做到 让密封在其通过室打开 通过之后又再次关闭呢 哎呀 美国人怎么都绕不出来啊 倒是人家英国人 虽然也是偷使了德国的技术 却在点开了用锅炉烧开水 为这根开槽气缸提供 蒸汽的技能术之后呢 一路走通了 真正发明了现代的蒸汽弹射器 那么今天 其实我们自己 也算是点开了一根 全新的科技术的分支啊 电磁弹射 哎 它有多好 很多大咖都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再搬门弄斧了 我只是特别佩服啊 居然有人用了六万块积木 将我们的福建舰 以厘米级的精度还原了出来 真的是太神了 值得大家去围观一下 也值得大家在今天 为祖国的国防强大 感到由衷的骄傲啊 谢谢大家 字幕 李宗盛